好 接下來 我們要進入那個 下一個段落是那個 記憶表現的調節問題 所以 記憶表現是指 轉入轉意 那個過程 那轉入轉意到底有什麼好調節的 第一個最現實的問題 是說 一般我們會把 一般我們會把某一個生物 所擁有的 各種形式的基因稱之為 叫做基因組 所以像人類基因組 就是在講 組成人類所需要的各種基因 那 這個數字會非常的龐大 比如說 初步估計 人類的基因組的規模 大概在兩萬三兩萬八這之間 所以如果我們用兩萬五千個基因來看的話 好 好 在二十三對蘭色體上面要放兩萬五千種基因 可是問題是 真的需要在每一個我們身上的細胞都把這兩萬五千個基因用出來嗎? 因為這會有點不划算 因為你要使用基因是需要花費細胞的養分 還有能量 所以這是第一個現實的問題是 如果你現在每一個基因都要拿出來用的話 顯然呢你就要消耗非常多的養分跟能量 這是第一個環節的問題 第二個最顯然的問題是什麼呢? 身為人類我們身上 細胞的組成當中呢 可以看得出 不同部位的細… 不同部位用的是不同的細胞 OK 所以回到以前講的組織的概念 組織的概念就是在講說 我們希望在我們身上不同部位的細胞 它在形態上 比如說神經細胞跟肌肉細胞 雖然都有長的這個特質 對不對? 但需求就是不一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生理功能 基於多細胞生物非常需要分工 所以你必須要讓多細胞生物體內 不同部位的細胞有不同的型態 當然這連結它的不同的功能 所以這樣才有機會去分工嘛 分化基本上就是一個分工合作的概念 那你要分工了 那就表示我不用讓每一個細胞的能力都一樣 雖然你追到源頭 所有的組織都是來自於誰? 所有的組織全部都是來自於 受精卵有絲分裂產生的 所以當初受精卵有什麼樣的 當初受精卵結合的時候 產生什麼樣的基因組合 染色體的組合 它勢必會透過有絲分裂 然後這樣每一個細胞都擁有 這樣子的一個遺傳組合 所以你身上的細胞 原則上來講在遺傳上 它幾乎算是一樣的 可是那為什麼皮膚細胞 就會長得跟神經細胞不一樣 而肌肉細胞基本上呢 在不同部位的肌肉 我們還可以再分那個什麼 骨骼肌、平滑肌、心肌 你看啊 還是會有一些特質上面的差異 後來我們終於了解 原來在整個基因組當中呢 我們其實可以適度的 讓有些基因不使用 那當然你也可以 反過來說 就是那有一些基因呢 我們是勢必可能需要使用 所以當不同部位的細胞 在這25000種基因 開始有所選擇的時候 有一些基因呢 這個是屬於基本能力 大家都要有的 所以比如說像有氧呼吸的能力 有氧呼吸呢 是製造能量的一個 一套系統 一個代謝作用 所以呢 不管你是哪一個部位的細胞 應該都有利用能量的這個能力 對不對 那這個需求大家是共同的 所以跟有氧呼吸相關的這些基因 恐怕是大部分的細胞 應該都要把它拿出來用 OK啊 可是分泌的功能裡面 比如說你的皮膚 皮膚細胞可以分泌角質蛋白 可是同樣的分泌功能當中 你的消化道的細胞 那個消化線 也有分泌的功能 可是他們要分泌的是什麼 是消化酵素 那你的皮膚細胞 不用去分泌消化酵素 對吧 所以同樣是分泌來說的話 不同部位的細胞 顯然呢 他們在分泌物上面 也有很明顯的這個差異 所以這個時候呢 25000種基裡面 就可以開始有所選擇 但是不同的組織選擇的 某些基因就會開始出現差異 所以原來細胞在產生分化現象 就是開始有細胞分工合作 然後我們在外型上 在他的生理功能上 看到不同 是因為應該沒有一個細胞 需要把這25000個基因全部用出來 所以有一些是共同 大家都需要的 但有一些是A組織需要 那B組織不用的 那B組織需要的 那就開那些基因 那A組織不用到的 他就灌掉那些基因 或者是選擇不用那些基因 所以基因表現是需要調節的 那這個現象基本上呢 不好去探討 所以最早被釐清的基因表現的調節 還是原核 然後有兩個很重要的例子 就是後來我們發現 原核生物在做基因調節的時候 它是用操縱組的概念 來去調節基因到底用或不用 好 所以這個地方 先談第一個例子 好 就是 乳糖操縱組 上次在講那一集 以酵素假說的時候有提到 有時候有一些微生物的培養很簡單 很簡單 你就在培養機上面 給它適當的濃度 然後加進適當的有機物 加進適當的電解質 然後有機物的部分的話 最簡單最簡單的養分來源 大概就是像葡萄糖 蔗糖這種 又廉價 然後一般大部分的生物都會選 都可以去使用的 可是 那在培養細菌的時候呢 就發現 像乳糖這種東西 我們當然會解讀 這個東西 看起來 是糖類當中 還是可以當養分的 對不對 可是它就是沒有像蔗糖 這種雙糖 或者是像葡萄糖 果糖 的使用來的普遍或方便 所以 雖然乳糖可以是養分 他們就發現 細菌只有在乳糖 它是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呢 只有在乳糖這個養分出現的時候 它才會去把 利用乳糖所需要的那些 酵素或工具製造出來 所以如果在它的 生長環境 或者是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這個培養大腸桿菌的環境當中 沒有乳糖出現 既然沒有乳糖 我把那些 處理乳糖需要的工具 比如說像酵素 做出來幹嘛 你做出來也是沒有用到 那沒有用到的東西 在細胞裡面放久的事實上 它是會資源被回收掉的 而你當初製造就是白製造的 所以這個大原則就是說 原來生物還是可以因應 它所在的環境的養分條件不同 然後呢 可以去選擇性的看看 它原來有沒有這個能力 但那個能力 它不見得需要馬上拿出來用 你看齁 然後操縱組就是在探討這個現象 所以現在420頁的上面這個地方 一個操縱組到底要涵蓋多少東西 不是東西啦 它是組成的 你可以去看420頁上面第二組的圖形 代謝乳糖的過程當中呢 總共需要這一些事 首先 我們需要讓乳糖可以通過細胞抹 所以中間會看到有一個通透枚 你看齁 然後接下來有一個半乳糖乾枚 這是把乳糖分解過 你記得嗎 乳糖是雙糖拆完之後就是 葡萄糖加半乳糖嘛 對不對 你看齁 可是 葡萄糖是很方便用的一種單糖 那半乳糖呢 就不是那麼普遍好用的單糖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要用那個半乳糖的話 那最好再把半乳糖換成其他 比較好用的有機物的形式 你看齁 所以這邊又牽涉到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 這樣的處理呢 總共需要用到半乳糖乾枚 跟那個專一西雞煤 好 所以這些都是要利用乳糖的時候 需要額外額外 要拿出來的酵素 好啊 所以現在 現在的狀況是 那這些可以讓大腸乾菌 能夠去利用乳糖的這些相關基因 我們把它稱之為叫做構造基因 好 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代號就好了 就是A123好了 好 所以現在呢 當乳糖這個養分出現的時候 大腸乾菌必須要額外啟動這三個基因 它才能夠去利用乳糖這個養分 好 狀況就是這樣子 好 可是那平常不用跟用之間 我怎麼去決定說 因為你要用基因嘛 所以 這些一二三三個基因呢 我要透過轉入轉逸 然後產生那三個小數 所以它才能夠用嘛 對不對 好 這樣我到底怎麼去選擇說 這三個相關的基因可以用或不用 原核生物它的做法就是 你現在再往左邊看 在左邊這個地方回到第一組圖形 因為它的名稱是寫在第一組 在往上那個圖形裡面呢 構造基因的前面這邊會有一個 一段 DNA的其中一段 我們把這一段呢 稱之為 操作子 好 再往前一點點呢 有一段 另外一段的內容叫做啟動子 好 所以擱到基因之前呢 整個操縱組當中 它必須涵蓋就是操作子啟動子 好 那這樣還不夠 在往前的某一個段落當中 還要再來一個 比較特殊的基因 它叫做 調節基因 先搞定調節基因 這個基因比較單純一點 你放著它 它就會去做轉入 然後就會有這段基因對應的mRNA 然後就會有這段基因對應的mRNA 好 緊接著它就去完成轉譯 然後轉譯完成 完成之後呢 就會得到一個蛋白質 完成之後呢 完成之後呢 就會得到一個蛋白質 有图形的話 所以調節基因 這段基因它自己可以單獨運作 去執行完轉入、轉譯 然後就產生一個對應的蛋白質 這個蛋白質我們就把它叫做抑制蛋白 現在把它想像成 這個東西是一把鑰匙 它有對應的鑰匙孔 那鑰匙孔在哪裡呢? 在操作的這個地方 所以當抑制蛋白出現的時候 這個造型 就是這把鑰匙剛做出來的時候 這個造型它無法跑去跟鑰匙孔結合 因為形狀不吻合 所以如果說抑制蛋白剛做出來的造型 雖然已經是那把鑰匙初步的樣子 但這把鑰匙還缺一個條件 所以暫時無法使用 所以這個時候 它是一個不活化狀態的蛋白質 抑制蛋白 因為不活化就是還沒有完整的功能 所以這時候不能使用 那他們就發現什麼時候這個抑制蛋白呢? 就是這把鑰匙它的形狀可以變成完整 然後可以去套到那個鎖上面去 要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就是用黃色好了 所以當乳糖 當乳糖這個養分出現的時候 乳糖可以跑過來 跟這個抑制蛋白的某個角落 然後結合在一起 這抑制蛋白的某個角落 就是設計給乳糖進來跟它結合用的 所以如果說現在乳糖進來之後呢 這個蛋白質它就會轉型 然後變成是一把正常可使用的鑰匙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就變成活化的狀態 而這個活化的乳酯蛋白 它被活化之 誒等一下 畫錯了 額著我電腦的 起司 噢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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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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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介紹我錄影子 你介紹我錄影子 難怪剛剛講的怪怪的 做出來的時候 是有正確造型的 跳回去 搗帶一下 所以抑制蛋白最初被做出來的時候 它的形狀 就是這把鑰匙的形狀是完全正常的 所以這個時候 它是一個活化狀態的蛋白質 就是一把形狀上完全正常的蛋白質 那這個時候呢 它會跑去跟構造基因前面的 某一段特別 核甘酸的排列組合 的這個地方去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時候呢 抑制蛋白會卡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我想確定一下 怎麼畫 好 對好 所以抑制蛋白就是 內白鑰匙呢 接下來跑到鑰匙孔那邊 然後呢 卡在那個操作子 所以操作子 就是提供抑制蛋白結合上去的 一個一段DNA 所以抑制蛋白最初被做出來的時候 它的形狀 是可以跑去跟操作子結合 那跑來操作子這個地方結合 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因為所謂的啟動子 是指啟動 轉入啟動的開始的位置 所以也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 RNA 啟動子基本上就是一個 RNA去核酶 從這個位置進來 然後接下來呢 就開始逐步的解開雙骨 然後抓核糖的核甘酸 然後來去做轉入核酸LNA的位置的開始 所以它叫做啟動子 可是很不幸的是 因為啟動子的位置是在操作子之前 所以如果說現在 抑制蛋白它處於活化的狀態 就是它可以去跟操作子結合的狀態的時候 那這個抑制蛋白跟操作子結合 會造成LNA去核酶 要往後移動的一個障礙 所以這時候呢 它要開始往後走的時候 要開始往後移動的時候 這裡卡一個障礙物 那肯定沒有辦法往後走到哪裡 往後走到構造基因 所以構造基因這個時候 是不是就不會出現對應的MRNA 你沒有MRNA大概就不用講轉移的問題了 好 所以抑制蛋白最初製造出來的時候呢 可以去關掉後面的相關乳糖代謝所需要的那些酵素的構造基因 所以構造基因一般通常我們是用來稱呼那些有特定功能的 比如說代謝乳糖這些能力的這些代謝作用的相關的酵素的基因 就把它叫做構造基因 所以操作值有點像是這一組基因前面的這個鑰匙孔 那這個鑰匙呢就落在抑制蛋白手上 然後抑制蛋白自己本身呢也有對應的調節基因 好 然後所以當乳糖不存在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好 可是 乳糖存在的時候呢 乳糖存在的時候 好 乳糖呢就會跟這個蛋白質結合 一結合之後呢 這個抑制蛋白的形狀因此發生改變 所以它現在轉變成不活化的狀態 OK 這把鑰匙的形狀 好 現在呢 發生了微妙的改變之後呢 使得它無法去跟 操作子結合 好 所以 這時候 好 按摩聚合酶從啟動子進來之後 開始準備往後走 好 然後這時候後面沒有障礙物 好 所以這時候它就可以順利 往後呢 形成 黃色髮 從 因為是從啟動子開始轉入嘛 所以這時候 因為 抑制蛋白無法去跟 操作子結合 好 按摩聚合酶的轉入工作 可以順利完成 所以這時候就產生的 這一些構造基因從啟動子開始追 好 的一個mRNA 然後接下來 原合生物有一個好處 它不用去做那個 增合生物 還要去把那個什麼 內叉子 內含子把它剪掉 然後外顯子接起來 這些問題 通通都不要 我們上次講 在聚合糖體 就有提到這個概念 就是我現在呢 從轉入完成之後 事實上 核糖體很快就進來了 然後接下來呢 就開始去準備做轉譯的工作 你看 那這地方就有點詭異 因為你現在呢 你把三個跟乳糖代謝有關的基因 連續放在一起 這個 邊號1號的基因接著2號 2號接著3號 所以 那核糖體在做的時候呢 就變成是核糖體過來 然後 在這個地方 首先會遇到1號基因的起始密碼子 AUG 然後就開始讀了 然後就開始做多態電 然後 讀讀讀讀讀到1號基因結束的密碼子 假設是UAA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時候呢 第一個 編號1號基因對應的那個效數 然後這時候就先出現了 然後緊接著 他就跳到2號的那一段 繼續走 好 那這時候 因為他早就已經遇到1號基因的那個中子 密碼子對不對 所以 1號蛋白質的製造 那個多態電就會直接在那個地方斷掉 然後 可是他繼續走 走到2號基因的AUG 其實密碼子 所以這時候開始做2號的內容 好 所以2號走完之後呢 這時候又產生2號蛋白質 然後一直走到2號的中子密碼子結束 然後呢 再進入3號的那個 那個基因 M1的那個 那個AUG 其實密碼子 然後一直走到3號的中子密碼子結束的時候呢 3號蛋白質製造出來 所以 原來生物很特別的是 他可以允許 一條M1在上面 原來生物允許一條M1在上面 可以一到多個基因 然後這件事情 真核做不到 這是原核 如果是真核的話呢 真核很肯定 他每一個 每一條M1在 然後肯定只有一個基因 OK啊 所以就是 緣核另外一個 處理上 也不知道這會比較有效率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 1、2、3是不是相關的基因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綁在一起 然後到時候呢 轉入轉移一起做 但是轉移的時候 又很有趣的是 他會自動做適當的位置的切割 所以這樣 三種蛋白質 不會互相黏在一起 各自是獨立的 但是他們一開始在 DNA到RNA的階段裡面 事實上他們都是在 同一個段落內 就是在這個段落 M1也是在同一個段落 等到轉移的時候 才會出現一個一個 這個是原核跟真核 在處理上 確實又有很明顯不同的地方 可是你回歸到 剛剛講的那個異式蛋白 所以你看 對於那個 內組構造型 對不對 他會設計一個 他的異式蛋白 來作為 我現在到底要不要去干擾 RNA聚合酶去做轉入這個動作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在轉入這個階段 允不允許mRNA出現 我就可以決定後面的蛋白質 會不會被製造出來 所以原核的操縱組 基本上呢 他其實做的層次就是 我要怎麼去調節 我只要在轉入的階段 我只要在轉入這個階段 看看要不要讓mRNA出現 我就會 就是看要不要製造這些相關的蛋白質出現 所以原核生物他的調節的策略就是 那就再轉入這個階段 你去做調節就好 有沒有 那這個 暫時看不出所以來 因為 真核的做法更複雜 所以要等到真核講完的時候 你只要比到 原核的做法簡單多了 真核的做法非常複雜 那這個就是一個 乳糖操縱組的基因表現的調節 所以剛剛提到 當乳糖 這個特殊養分出現的時候 利用乳糖 可以去關掉抑制蛋白的功能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辦法 鑰匙就失效 對不對 那鑰匙失效之後呢 這時候 啟動子這個地方 然後內聚合沒進來 就可以順利的完成轉入 有轉入就有轉移 所以他後面就不管了 這是原核生物的操縱組當中 就是 你只要mRNA 原則上後面的工作都可以繼續完成 就是你最後還會 就是會可以看到 那些相關的工具或蛋白質的出現 這個就是原核的這個做法 所以你看 一個 一組 相關的構造基因 總共要動到多少段的DNA 除了構造基因本身之外 你還要往前追 這是抑制蛋白 需要用的那個鑰匙孔 操縱子 往前追 RNA聚合沒開始做轉入的那個位置 對不對 然後距離某一個地方 還要有一個 它的調節機率 它是以這樣的一個架構 來去做調節 所以為什麼用操縱組 它是一個牽涉到 有很多段落的一個模式 在運作的 所以乳糖特殊養分出現 大腸桿菌開始建立 對乳糖的代謝能力 所以在第二組圖的左下角這個地方 所以這樣的一個乳糖代謝能力 是在乳糖出現之後 才開始發生的 所以我們就把乳糖稱之為誘導物 因為乳糖的出現 因為乳糖的出現 可以誘導構造基因表現出來 所以乳糖不出現 這個能力就不需要 所以它雖然保有這樣的遺傳特質 但是它可以不要用出來 這個就是乳糖操縱組的這個做法 OK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到底有沒有互相探蓋的問題 課本跟大學用俗的說法不一樣 很滾硬 不知道為什麼真的 那個資料是 那個 普通生物學的資料 好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接下來下一個例子 今天就買了一個 Soul 1杯 8杯 1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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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杯 1杯 2杯 1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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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個順便加一個名字 一條MRNA叫做一個轉入單位 這應該不難理解 所以一條MRNA是一次的轉入過程所產生的產入 那源頭的話一個轉入單位可以擁有一到多個基因 真核每一個轉入單位只會擁有一個基因 所以如果他換了這個戳法的話要小心一下 這不是補充喔 然後所以下一個呢 基因調節裡面是跟那個 平常這個生物在生活的過程當中 需要做的生理調節的穩定性有關的 那這個概念會有點像什麼呢 比如說那個血糖 對不對 我們每次在講到身體的血糖的時候有提到 血糖代表的是提供細胞養分來源的一個重要的參考的指標 可是當你的血糖濃度太高其實不是一個好事 它不代表說細胞所能夠利用的養分100%充足 它代表的是接下來就會有一個倒霉的 因為腎臟基本上呢它要去處理血液 所以當你血糖濃度過高的時候 這時候腎臟會承擔一個非常沉重的一個血液處理上的負擔 對不對 所以久而久之腎臟可能會因為這樣而功能開始失常 你看那你血糖太低很明顯的問題 既然血液當作葡萄糖代表細胞利用的養分 但血糖不足不是代表細胞能夠利用的養分來源不足嗎 對不對 所以血糖是一個起伏的過程 你看好 好所以對於其他的這個養分也有類似的概念 就是說生物對於特定的養分是需要 但你真的過量不見得是好事 那不足當然顯然的也是壞事 好所以如何讓這些養分 永遠都在合理的範圍可以應付需求 四氮酸超動組就可以去說明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所以它的功能是在於 細菌呢可以去透過其他的有機物來合成色藍酸 OK這是一種氨基酸 然後它是合成蛋白質的其中一個需要 因為20種氨基酸嘛對不對 好那所以一個生物到底有沒有需要 從它生存的環境當中 以攝取食物的方法湊足20種氨基酸 不一定要 那比如說人體的話應該知道 那人體在當地子 人體有8種必須按基酸 這意思是什麼 就很不幸的20種裡面有8種 我們身體無法自行合成 這8種你真的只能從食物當中去取得 OK啊所以像一些植物蛋白 常常是優質蛋白就是因為 這些植物尤其像豆類的蛋白裡面 常常都有這8種必須按基酸 你20扣掉8那就表示什麼 我拿到其他的按基酸之後 我可以自己去做轉換 產生我們補足另外的12種 所以另外12種就不是必須按基酸 是因為其他的按基酸 可以在我們身體內做轉換 OK好那這8種就變成你只能仰賴食物提供 所以養分之間有幾乎 不同的有幾乎的養分之間 其實是有互換的可能性 但換來換去就是化學反應嘛 好所以當大腸甘菌 他需要去產生四蛋酸的時候呢 他可以用基本的從食物當中去取得 但他也可以利用他自己的代謝能力 他也可以想辦法建立自己的代謝能力 然後從其他胺基酸或其他的糖類 然後自己去做轉換 那第二個選擇就只是從食物當中取得 好那假設現在呢 我們去看他的有關於他自己 從非色胺酸的有機率 然後呢開始產生色胺酸 那個有點像我們前面講的一基因一酵素一樣 他就變成是又要一個步驟A 然後步驟1 然後可能要一個酵素A 然後接下來呢完成之後呢進入步驟2 然後步驟2需要那個酵素B OK所以這個轉換過程裡面呢 他就牽涉到不同的酵素 要一起合作 所以他就把這些酵素又是一樣 把那些酵素呢放一起 因為當他建立完整的色胺酸代謝能力的時候 這5個工具最好都在 好那你再往前追 這構造行進之前一樣就是需要 有那個鑰匙孔 然後再往前轉入的起點 再啟動 然後再往前就是 做那把鑰匙的基因 所以他一樣有調節基因 你看這個模式都很像 色胺酸操縱組有他自己的調節基因 有他自己的啟動子 有他自己的操縱組 你看整個架構 從那邊這樣套過來就很明顯的 這是原核生物操縱組的概念 那所以接下來 當調節基因透過轉入 然後轉逸之後呢 他會產生一個 他會產生一個不活化的抑制蛋白 在這地方閃神了 那這個就是抑制蛋白 OK 那因為 一做出來這把鑰匙形狀不正常 所以呢 他就沒辦法 跑去跟 操作時結合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把鑰匙去核酶進來 然後開始呢 去做轉入這個動作 所以現在呢 就有從啟動子開始涵蓋構造基因的 那一個 M把鑰匙出現 然後緊接著做轉逸的時候呢 就有對應的 產入1 產入2 產入3 產入4 產入5 好 你把它當成有五種酵素 這五種酵素有合作關係 當他們的合作關係正常的時候 OK 四氨酸可以被合成 OK 所以他們一起合作 OK 可以這樣磨磨磨磨磨的東西 好 一路 階段1 階段2 階段3 然後最後呢 出現了色胺酸 好 所以 他們的合作可以建立完整的代謝路徑 就是化學反應的 好 有不同的化學反應 就是每一個階段串連起來 這一般我們習慣成為代謝路徑 由這五個酵素方法合作建立的代謝路徑 可以讓 細菌合成色胺酸 所以假設你不阻止的話 再回過頭去 想那個聚合糖體 上次不是講過 這條DNA事實上 它在做轉入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同一個時間看到 有好多個LNA聚合酶在上面做轉入 而且每一條MRNA 在還沒有完成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可以再做轉譯 所以你看喔 DNA上面的構造基因 如果只有一份 可是它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可以同時產生很多條MRNA 一對多倍增 第一階段 然後 每一條MRNA 又可以允許很多顆核糖體 同時去做轉譯 倍增 再倍增 OK啊 所以事實上很快的 是效率的問題嗎 你經過兩道程序的倍增之後 很快的細胞值當中 是不是就有很多這個酵素 所以是不是 酵素的濃度越高 我到時候製造色胺酸的效率 是不是越來越好 反應速率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細菌應該很快就會拿到 它需要的色胺酸的濃度了 這沒問題吧 好 可是 假設色色胺酸的濃度 現在已經夠多了 難不成細菌還要繼續製造下去嗎 因為 不是真的 製造蛋白質需要色胺酸 這個我們可以肯定這件事情 但是 你不能說 因為好像有這樣的需求 那我就無限量供應 所以如果照這個局勢 再演變下去的話 對不對 這些工具製造完 然後色胺酸無限量的 再一直大量製造 這恐怕會造成一種資源的浪費 所以 後來就發現呢 當色胺酸的濃度 開始逐步升高之後 色胺酸會跑去跟 抑制蛋白結合 好 所以 色胺酸濃度升高開始呢 它會去跟抑制蛋白的某個角落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時候就產生了一把正常的鑰匙 所以抑制蛋白這個時候就變成是活化的狀態 而這個活化的抑制蛋白 它就去卡位了 OK 因為 阻止 後來繼續進來的 RNA聚合煤去做轉路 所以先從哪裡 我先去停掉 MRNA的製造 OK嗎 然後 那先前已經製造的MRNA呢 我們之前有提到一個 MRNA市場 它的使用期限 不是沒有的 因為 它終究會遇到 RNA水解煤 去把它給分解掉 所以 之前製造的 MRNA 陸陸續續的 會因為碰到 RNA水解煤 慢慢的被分解掉 消耗掉之後 所以 它們也不會再繼續製造這些小數 好 那這些小數呢 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呢 也會包廢掉 OK啊 所以接下來 那個色蘭酸的製造呢 它的反應速率 就會開始達到瓶頸 然後之後呢 反應速率就開始下降 OK啊 所以這時候 色蘭酸因為 持續有利用掉 所以呢 它的濃度又開始下降 所以當色蘭酸的濃度下降之後 會產生什麼效果 色蘭酸的濃度下降之後 那個反應速率 反應平衡方向的問題 色蘭酸的 本來色蘭酸的濃度高 有利於色蘭酸跟抑制蛋白結合 可以探討過外看 當色蘭酸的濃度下降呢 它是有利於抑制蛋白跟色蘭酸的脫離 OK啊 所以 如果色蘭酸跟抑制蛋白脫離的話 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 也會跟著跑掉 所以 卡位的部分 就不存在 轉入又開始做了 所以這樣這個 維持色蘭酸在細胞當中 有一定合理的濃度 讓細胞去使用 這個就是色蘭酸操縱的 好 這個比較穩定細胞的 代謝環境 的一種方法 好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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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